大家好,我是焦东小玩,今天在高速服务区休息,发现了一个运送车辆的汽车,拉了一车小米速器,没看见过实车,往哪拉呢,是吧,往长沙拉,它这个是北京受产的吗,哎,我交付了,一车小米啊,实车是太漂亮了,确实漂亮啊,哎呦,我吃, 外观确实漂亮啊,看着比保时捷很牛逼,大龙骨,米其林的,24540R20寸的龙骨,在河南许昌的一个高速服务区,休息, 实车 就得大气 各种颜色都有啊 这么快都交付了,上次挤交付,特别是上面的绿的,很扎眼啊,看看后屁股 后屁股也挺好看 拉到湖南长沙的 这车侧面特别好看 一共拉了8辆 全是拉车的,全是新车 这么拉了一车奔驰 各式各样的车都有啊,高速服务区 以后国产车越来越厉害了 外观和性能秒杀合资车 中国汽车的崛起全靠你们了 正面发现一些坦克 330,据说3.0T的不是300,上面是长城坦克越野呀 现在新车没挂牌的,刚上市的 不知道多少钱呢,据说30万左右 拉了一车 330,今天清明假期第一天,高速免费 跑了1300公里了 今天还要跑900公里 一共2000多公里 上车出发 mist逃摆 这种喜欢可以 읽柳 啊 可以